微…微血管收縮, 真是會怎麼樣, 醫生 微血管收縮可能會增高血壓 和影響心臟 有機會對本身已經有高血壓的病人 造成生命危險的 所以吃這一類咳水之前 一定要問清楚醫生或者藥劑師 然後醫照他們的指示去做 什麼…這麼複雜? 糟了, 我用疾了藥劑師一輪 是不是?我平日都勸你 不清楚藥就不要亂吃 你還扮成個專家 教街坊吃這個藥, 吃那個藥 看看, 現在弄成這樣 一般人呢, 都對服食藥 有很多誤解的 其實有很多點都需要注意的 第一, 買藥 首先要問藥劑師的意見 因為不同的藥 有不同的副作用 有些承藥是對某些人來說 絕對不適而服用的 好像你這些有血壓高的人 就不應該吃這種咳水了 所以合贏的承藥 未必會合你 同樣合你的 也未必會合別人 達叔, 你千萬不要亂介紹別人的承藥 好, 阿波, 阿柳, 阿柳, 阿陳太, 阿周 都不知道有沒有事 達叔, 你沒事吧? 沒有, 沒事 第二, 就是服用成有的份量 一定要遵照指示 服用過量是會隨時引起危險的 像達叔你那樣 這次就撞正板了 真是老貓消數 第三, 如果本身有病 又要服用成藥的話 是要事先諮詢醫生的意見 第四呢 我知道 小病是看醫生 大病是進醫院 是不是?江醫生 當然是 但是最重要的是 預防勝於治療 我有的 我經常喝抗泉水 維他命A到K 我每天都是這樣吃的 其實平日飲食均衡已經足夠了 不用每天吃額外的維他命 吃多了更糟了 另外做多些適合自己的運動 這樣人才會健康的嘛 是啊, 我明白的了 我以後真的不會亂吃成藥 還會定時來見見你 做血壓檢查嘛 你會不會都好像達叔那樣 不看說明書的 又或者就算看了 都不會根據說明書所講的指示去吃成藥呢 當你買成藥的時候 你會不會先想一想 去問一下藥劑師的意見呢 我們一齊來聽下 諸冊藥劑師他怎麼說 好像達叔那樣 認為他可以自己診斷他的病情 而去藥房買些成藥吃 而不需要去諮詢藥劑師這個做法是行不行的 其實如果是一些很簡單的症狀 或者很簡單的成藥 那個成藥上面已經有足夠的資料去教市民 怎樣吃 或者是適合用一些什麼症狀的話 其實他都可以自行去購買 譬如你說去藥房去買成藥的時候 如果有藥劑師的話 首先藥劑師可以幫他做一些簡單的診斷 而可以去知道他到底其實是吃哪一類成藥 是比較適合的 如果他自己自行去買的時候 他也可能會買一些不適合的成藥 而會吃了有兩個情況出現 有一個情況就是幫不到他去醫好他的病徵 而另外一個情況可能會更加 令到他的病徵更加拖延或者惡化 而另外去徵詢藥劑師其實有什麼作用呢 因為藥劑師也是有一個資歷 或者有一個經驗去診斷一些比較輕微的病徵 或者甚至乎是有某些病徵 如果其實去到某一個情況 那個病人其實自己不為意 但其實藥劑師是可以判斷得到 其實他在當時的情況下 是需要即時去找醫生去做進一步的診斥的時候 那就可以告訴那個病人 在說明書那裡其實有很多有用的資料 是值得我們去留意的 首先就是藥的成份 在說明書那裡通常都會說清楚 這隻藥有什麼的有效成份和庫料成份 如果我們對於任何的成份是有過敏的 就不適宜吃這隻成藥 第二就是飾驗症 在這一欄就會說清楚這隻藥 其實是適合在什麼情況之下 和什麼病徵之下服用的 有時也會提到華人的婦女 或者威捕母語的婦女 是否適合吃這隻藥 第三就是劑量 劑量方面就是會說清楚 大人或者小孩應該吃多少的份量 我們就不會吃多量了 最後就是有效日期 在有效日期之前服食這個成藥 我們就可以確保這個成藥有一定的療效 總括來說 吃成藥之前最好就是看清楚說明書 看完達叔的故事 也聽過註冊藥劑師專業的意見 我相信你對於服用成藥 已經是有正確的認識的了 明天你服用成藥的時候 就知道應該怎麼做 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然後再看真請你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